大家好,我是依禅 今天依禅想跟大家聊聊 不要笑我傻,只是不想太复杂 师父说,人生在世,聪明是天赋,善良是选择 而糊涂是一种本利 糊涂的人从来不是真糊涂 只是寻求安安稳稳的幸福 毕竟谁都不傻,只是不说而已 多少亲密的关系,其实都不太牢靠 小孩子玩翘翘板,有高有低才能尽兴 大人的关系相处,也得有付出,有回忆 谁都不傻,人心都是肉长的 帮助你是因为在乎,而不是欠你 迁就你是因为珍惜,而不是怕你 人情世故不简单,而我只想简单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子 有人斤斤计较,有人沉默寡言 选择包容,不是去承担别人的脾气和过错 选择不计较,不过是求个内心的自在和舒坦 谁也不笨,只是不想在意太多 为了点小事,把自己忙得焦头烂额 不值得,为了一个人,把自己弄得劳心费神 没必要,有些人,看透就行,不必说透 有些事,看穿就行,不必拆穿 生活琐事太复杂,可我只想快乐活 人这一生,大约会遇上三千万人 会发生的事,数不甚数 每个人的经历都有限,不去讨好谁 不去计较谁 不是傻,而是明白 明白哪些人是重要的 要把心思留给最重要的人 明白哪些事是值得的 要把时间花在值得的事上 认真生活的人,或许不擅长表达 但一定善于行动 莫小人笨,莫弃人闪 只是别人的心思,不在你身上罢了 我是依禅 喜欢我的话,别忘了分享哦 每晚八点,我在这里等你 希望依禅的话,能给你带来一些温暖与平静 晚安 好久不见 再见 见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